好 许多民众都会添购过年的小物 为家里增加过年的气氛 那每年农历春节前夕到除夕 花农都会在南京路广场 共同设置新春花式 来贩售蝴蝶兰 荆棘 玫瑰等应景的花卉 来提供喜气又充满年味的花卉小物 让民众欢喜度过新年 色彩鲜艳的各种蝴蝶兰 散发淡淡高雅花香 每年花农们在春节前夕 都会在南京路广场设置新春花式 已经是展座两天了 两天前到除夕 现在价钱是差不多从80块到300块之间 有点难受这边是比较大 当然有些花是看它的品质 有些个人的喜好 就会有一点不同 当然我们这边在展示一方面是做 类似做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的话 等于是给我们提供一些 一种跟金银的一个方向 所以主要是这样子 年节接近 许多民众都会添购过年小物 为家里增加过年气氛 花农的新春花式就十分的应景 提供各种盆栽花卉 今年是比较受欢迎的是这个粉色系列 因为它放在家里 家里的光线如果不够的话 它会显得很漂亮 不会像红色的这样暗暗的 看起来暗暗的 今年我这边卖的是这个粉色系列 对于景气好不好 花农们很有感 除了老顾客之外 大多寻价的人多 整整下手买的人少 想让家中增添美丽 又充满新春气氛 不妨来趟南京路广场的新春花式 这里的花卉小物 绝对让民众可以欢喜过新年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